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浙江龙洞村这里 它就是位于杭州的超山风景区 这边是超山风景区下面的一个小龙村 今天就实际探访一下 看看浙江龙村到底长什么样子 是不是网上所说的浙江龙村很富裕 个个都住的小别墅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龙洞村 从这条路走进龙洞村 这条路的旁边有个标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牢记什么使命呢 应该是牢记乡村振兴的使命 看一下浙江龙村的马路 是白油马路 看一下 这边也是白油马路 基本上都是白油马路 它这边有个池塘 栽埋了荷花 这个路的旁边 这块地 应该是种菜的地 看一下 这路脸旁 就是住宅区了 看一下这个住宅区 是不是像一栋栋小别墅 还真是像一栋栋小别墅 这个可都是实景拍摄 这一栋小别墅算一家子的 看一下龙村 这可是浙江的真实农村 再走进去看一看 看一看每家每户 门口旁 是有两个垃圾桶 进行垃圾分类的 一个是义府垃圾 一个是其他垃圾 是要进行垃圾分类的 再看一下 这个浙江龙村的道路 是不是挺干净的 看一下确实挺干净的 仔细看一下 基本上没有什么垃圾 灰圈都很少 看一下这家 这家就特别像是一个小别墅了 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一个小庭院 都是围起来的 看一下这家 像不像是一个农村 这表面看上去 真的不像是一个农村 再看一下这个 这边写的是家风家训 一家同心同意 何愁万事不心 他把自己的家训 就挂在他的门前 这边有一个招小时工的 给大家看一看 浙江农村这边工资怎么样 这边有一个老板电器 六千五至九千一个月 男女不限 十八至四周岁 可交社保 这边有一个新能源的 六千至七千 男女不限 也是十八至四十五周岁的 转正后可交社保 一个月六七千了 招小时工 这个工资算高吗 看一下这一家 这旁边它有一个停车场 这一家 看一看 比我刚才来一家 更豪华呀 看一下这里面 这里面的庭院有多大 看一下 这个家就更大了 一帆风顺 旁边也是有家风家训的 看一下这里面的 这真的是一个别墅 看一下 这家旁边 这马路旁边 这边就是菜园子 看到了没有 这可不是到哪个别墅拍的 这是真实的浙江农村 里面有停辆车 它在外面也有停辆车 看一看 看一下这家 这家停了两辆车呀 而且这些车 这还有个宝马车呀 你说正常农村 能买得起两辆车吗 而且还有一辆是宝马车 难以想象 看一下浙江农村 这里的村里的村风村帽 就给人一种感觉 很干净 整洁 而且还是有钱 真的都是一栋栋小别墅 真的 浙江的这边农村 真的跟日本的那边农村可以比拟了 真的很干净 看一下 这边有一棵大树 有一百一十五连了 好大的一棵树 这个树旁边 正好也是有一家的 看一下这家 看一下这家 这家的房子 建的也是比较有气派的 好了出来了 经过实地探访 浙江农村 证实了网上所流传的 浙江农村多富裕 各个住的小别墅 确实有此事 这辆农村确实挺富裕的 这就证明了 为什么共同富裕示范区 在浙江建设 真的是浙江农村 真的是挺富裕的 藏富裕民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